Hello 大家好,我是Gadget Gang的Vinxon 之前也介紹過很多不同的電腦配件 正所謂左鍵盤、右鍵盤 這兩樣神兵利器 我們這些科技窄幾乎每天都會用到 當然是值得投資 我們今次說的就是Mouse 而這款G502X Plus也可以說是話題之作 它用了混合光學機械微動 是不是有點難讀呢? 究竟是什麼家科呢? 我們一起看真點這款新的電競Mouse 和學一下Mouse的小知識 Nogitech的Mouse可能大家都有用過 但是開箱之前首先講一下歷史 我個人都比較喜歡講歷史 世界上第一款Mouse 就是由杜格拉斯、恩格爾、巴特博士 在1968年製作出來的 當時博士已經叫它做Mouse 因為覺得駁著電腦的線 又長又幼,好像老鼠的尾巴一樣 之後就有Z-Wox、Auto等等的電腦 會連同Mouse一起推出的 而Logitech 1982年推出的P4Mouse 可以說是第一款Mouse的周邊商品 而G502也可以說是Logitech G系電競Mouse裡面的經典之作 今次推出G502X Plus 都加了很多新技術在裡面 不開箱了 其實這幾十年來 Mouse的技術都有不停進步 上當年我第一次用的Mouse 下面有個波 當你的移動不順暢的時候 就可能積了一些髒東西 就要拿個波出來洗 現在的G502X Plus 用的就是Logitech 自家的Hero 25K感應器 裡面還有USB的無線接收器 也有這個給你換的按鈕 這個小小的按鈕 打開裡面就有USB-C 有一個USB-C-A的充電線 也都有這個USB-C-A的轉接器 還有一個都印刷很精美的說明書 還有貼紙 好就是這麼多東西 剛剛都說到G502X Plus 下面的感應器很厲害 其實上面的按鈕也是重點 按鈕按下去有反應 就是靠裡面的微動開關 傳統的機械微動開關 就是靠按壓金屬接片 去傳送電腦訊號 現在的電競Mouse 也都輕用光學的微動 用鋁射光線去傳送訊號 而G502X Plus 就用了一個全新的Lightforce開關 混合了光學和機械的優點 它是用光學去觸發的 反應會快些 也都沒有機械開關 之前會有的反彈跳問題 除了光學設計之外 它也都保留了彈簧片 和接觸版這些機械結構 按下去它的手感和聲音 會比一般的光學微動比較實在 我們試的這隻就是G502X Plus 另外同樣系列還有有線的G502X 和無線的G502X Light Speed G502X Plus 就除了無線之外 還多了大家電競迷最喜歡的RGB燈效 現在就拿進房間去搏一搏它來打機 預設左鍵左方這兩個鍵就是控制DPI 不用裝軟件都可以用到 比如按上面這個鍵就是增加DPI 盡量用相同的幅度動一隻Mouse 較高DPI是可以動到這麼多距離 較低之後就明顯距離是短了很多 還有它RGB燈效就不是只有樣子 當你切換DPI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 就知道你用的是什麼DPI的速度 譬如這個白色應該就是800 我再按上一格橙色就是1600 再按上去藍色就是2300 你不動的時候它又會變回一個比較漂亮的RGB燈效 可以說是這個哀貓和實用都兼顧到的 說起DPI有一個問題我都想不明白 就是Gadget Gang的同事用了那部電腦 都說我的Mouse的反應是非常敏感 一動就不知道去哪裡 但我只是習慣用一個1600的DPI 其實也很常見 DPI是什麼來的呢 它的存寫是Dots Per Inch 意思就是你的Mouse移動一吋 它在螢幕上面移動了多少像素 再形象一點說就是DPI越大 你的Mouse就會動得越快 G502X的DPI是100到25600 即是說快又可以慢又可以 不是一米得過快字 如果你不做任何設定的話 這個Mouse預設有5個DPI 由800到3200 但只要你配合這個Logitech的G Hub App去使用 就可以靈活地調節這四個預設值去到哪裡 譬如你說最低去到100都可以 這樣真的非常之慢 好像矮爛一樣 其實說800都有點頓 真的要去到1600我才覺得是順暢 我不知為何大家接受不到1600這個速度 Mouse這些東西不是動得越快越好 所以DPI都是選擇一個 自己適合的數值有得選就最好 說起有得選DPI G502系列由當初推出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它左邊這裡有一個DPI切換 除了它有四個預設的DPI數值之外 還有可以按實這個DPI才用到的數值 那有什麼用呢 就是一些有要求的Gamer打遊戲的時候 可能某一些場景它要短暫地切換這個DPI數值 譬如說打槍Game的時候 當它用一些需要瞄準很精準的武器的時候 它就會按實這個DPI切換鍵 去調一個比較低一點的DPI 讓它瞄準的時候可以更加精準 可以用這個追擊槍爆頭 那今次G502X的DPI切換鍵 又用了一個新的設計 就是可以讓你這樣拿出來 去改變它的擺位方向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家開Mouse的手勢都不同 有些人的手指公會放得比較前 有些人會放得比較後 那麼這個DPI鍵可以自由擺位 就可以配合你的手型 如果覺得不需要用到這個鍵 亦都可以用附送的配件遮住它 使用手感又多一個選擇 說起鍵 官方就說G502X有13個可自訂的控制鍵 比較容易操作到就是左邊的五個鍵 如果你打一些MMORPG要出很多招 這些鍵真的會幫到你手 那麼它中間的滾就已經當了五個鍵 向上向下滾和按下去之外 它亦都可以向左右推 除了用來打機出招之外 用它上網看網站或一剪片的時候 左右推時間續都挺方便的 還有它的滾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超高速模式 今次真的可以做到輕輕一推 就自己自由自尊 手感是挺輕盈快速的 我自己挺喜歡 如果覺得太輕的話 亦都可以切換到比較傳統的分段模式 會有一折折的精確手感 重點功能都說得七七八八 又比較一下上一代G502 Light Speed 在G502X裡面 新的Light Force微動開關算是最大的改良 反應快了這一點 我們這些普通人真的挺難去判斷 但因為用了光學的關係 應該可以避免機械微動的Double Click問題 理論上是比較耐用一些 它左右掣的手感是比較偏向實正 屬於Gammer應該喜歡的手感 另外它的掣的擺位比G502順手 掣大了但整個Mouse更加流線型 自問也是一個手勢的用家 用得挺適合手型 G502X Plus重量是106g 比G502更加輕 在電競Mouse來說屬於中等重量 但有一點要留意的 它不可以像G502一樣 加法碼加重 算是少了一些自訂元素 每個人追求的Mouse 手感都有點不同 例如左手的用家可能就編好一些對稱設計的Mouse 亦都有些用家是追求極致的輕巧 而今次G502X系列在打機和一般應用方面 我覺得都算是取得一個平衡點 如果你想找一款慢用外形又夠美的高階Mouse 我覺得G502X是一個挺好的選擇